馬祖慈悲 大家好 很高興又到了我們馬祖網路大學堂 大家來學習馬祖聖道的知識 有位同修在網路討論區來問說 那神明、馬祖會不會經由我們拔杯、提搶 來講一些善意的謊言來安慰我們、來主導我們 讓我們做出正確的一些決策、決定 那馬祖的神明是不是知道 他這樣的建議 信徒會做什麼樣的作為 來預知 事先就會知道 這樣的用謙思來指導我們 寶貝指導我們 然後可以預知信徒大概會做什麼樣的決定 那這些決定是不是對信徒有幫忙 那這位同修就問了這樣有氣的問題 那我針對馬祖、神明 會不會講善意的謊言來主導我們 讓我們做正確的一個決定 來給我們一個建議 那這方面做一個回答 我們在《天上師母經》的經文有看到 馬祖的常由化人間道士獻身邪菩薩之精神 來悲悯卓世眾生 不善厚癮、欲災、漢犯、變化而不可測 這個經文就已經回答了 所以他來主導我們 來幫我們離苦、得樂、悲悯我們 給我們一些建議 透過寶貝、提出什麼建議 來所謂的無善厚癮、欲災、漢犯 那變化而不可測 也就是說這是我們信徒不可以預測的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呢? 顧問的看法是這樣子的 我們要知道神、佛或馬祖 它不像我們有時空觀念 我們有過去、現在、未來 還有空間 它是四度空間、五度空間、再預次元空間 它來去過去、現在 那來去過去、現在 不論是哪一種空間 它有所謂的 我們在神通叫神直通 它到處會現身啊 現身 所以它懂得你的過去 懂你的未來 都可以預知 現在它跟有時空概念、觀念所綁制的眾生、溝通 它必須隨眾生的因緣來度眾生 所以在假借 就借著時空、現在的時間、空間 來演說它的法門 演說之法 也就是來教導我們 那實際上這些神呢 神格都很高 都會教導我們要演離之相 就是金剛心所講的 無我相、無連相、無眾生相、無受則相 就要演離這些知相啊 萬事都去揭空啊 要知道剝露智慧都是空性啊 它這些神火格都很高啊 有剝露的智慧也要教導我們 那因為 我們是生活在這個時間、空間內 我們想的都是現在所看到的 都沒有看到到未來啊 它馬子神明的格很高 它一定是養善、飲惡啊 飲惡、養善啊 叫我們我做善事啊 然後告訴我們呢 一切都是空性智慧的啊 不要留念這個肉體 它念這個武藝啊 著迷武藝的一種享受啊 要看得開不要直走啊 不要貪爭吃這個身體啊 不要去直走 去追求這種五概 才色名失稅啊 這樣一直教導我們 所以它的價值跟控華 它是必須因這個時空 來對我們講道、講華 那因為你的程度啊 你的根氣 目前看到的只有這樣子 它必須 借眾生的英聯 講這個時空 來援收知華 來教導我們 所以 我們人沒有辦法去預測 它是會講善意的謊言啊 那我們相信 它一定知道 它的建議 我們接下來會採集什麼 它用最好的建議給我們 只要你相信 聽信 接受它的一種指導 相信活 相信活 相信身 第三 我相信 你的結果 一定是對你有幫助的 那最後的結果 它就叫我們要 遠離之向啊 遠離之向 就是要放下 不要主著於身體的那種 貪爭吃的那種追求 那遠離 這樣才會達到呢 成果的境界呢 離苦得樂 那貪爭這樣講 也許大家 還沒有辦法 去思維 想通 那我以實際 例子來講 那 有位太太來 跟貪爭聊天 當然 她去諮詢 命理 她說 她有去擲杯 那 很奇怪 她擲這個 先生 有沒有外溢 媽祖寶貝三杯仔仔 她說 你先生沒有外溢 她說 那如果我發現她外溢 那媽祖贊成我離婚嗎 媽祖 不贊成她離婚 可事實上 她先生被她抓到好幾次都是外溢 那媽祖是不是 善意的謊言 那其實呢 這個叫 一個是跨越時空 一個是被時空限制 你現在是在這裡 時間在這個時候 你看到的是你先生外溢 那媽祖呢 她看到三百年前 兩百年前 一百年前 那一世 前世 你跟你先生的故事 你也許 上輩子 是一個男人 那很富有 都娶了好幾個老婆 那冷淡你的太太 那這一輩子呢 她要轉世當你的先生 你來當她的太太 她就是外溢 要來抱這個醜的 你要來還這個債的 所以媽祖會跟你講 她沒有外溢 沒有外溢 叫你不要離婚 要把這個債還完 因為媽祖是跨越時空的 她被依據你的因緣 眾生的因緣 來講出對你有幫忙 那這個有幫忙 就有助於你 你能放下 不要著這個像 不要著著於 現在的貪真吃 生氣你先生的不忠真 那也希望呢 獨佔擁有你先生 因為你的貪 你的真 那你的吃 就你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 那你無名就去吃 你的吃愛 跟你的無名 貪真吃 他希望你能遠離 貪真吃 遠離這個像 在金剛經所講的 一切話都是空像 都是假的 都是稀犯的 都是稀犯的 如果你見到像 就沒有辦法見如來 他是來度你的 所以你保持來揹 他一直跟你肯定 你老公沒有外衣 沒有外衣 你已經抓到了 上了法院 馬祖還說他沒有外衣 叫你不可以離婚 不可以離婚 因為他看到的是過期 現在 還有你未來 你如果離婚 那你未來 那你未來 是對你不利的 你沒有辦法 有那個剝露智慧 邪到那個剝露智慧 一切空向 所以 馬祖對我們 你一定要相信他 他最主要的用意 就是讓你成仙成火 可以嘗盡我樂 得到真正的一種快樂 而不是你這個時間 這個空間裡面 所想像的 所以 很多信徒在把揹 你都是難得欲望 財色明世稅的貪爭思 你要你要 你一直要直走 你永遠沒有快樂 不會得到安樂 所以馬祖會以跨時空 他是沒有時間空間的概念的 不像我們被限制的 他在跨越時空的 他來教導我們 我就從這樣子 來跟你做一個分享 做一個分享 所以 馬祖會不會 講善意的謊言 我想是會的 那也不能叫做善意的謊言 他是講對你 真正有幫忙的話 所以 馬祖會寫菩薩這精神 悲悯卓士眾生 所謂卓士 就是你還在貪真思慢禮 還在所謂的 才色明思稅 的一個世界裡面 他 呼善 後癮 欲災 患漢 變化 而不可測 是 人不能去預測的 所以你不要用你的心 去預測 馬祖所講的話 可是要了解 馬祖的活心 他的菩薩的心 他那個慈悲心 他愛你的心 你真正的相信他 你只要是正性的一個宗教 找到正性的一個馬祖媽媽 來主導你 你就是皈依他 皈依他的活 皈依他的華 皈依他的身 對你得到常盡我樂 涅槃 所謂活到活境界 的修行 是絕對有頒布的 因為馬祖在渡我們 就是希望我們上求聖道 下渡眾生 然後圓滿人生 所以我們來把歸來抽籤 請求馬祖的一個指導 幫忙 一定要學習佛教 就是無我 要有空 無我 無我的概念 相信馬祖 他的指導 相信 所以要皈依三寶 皈依就是依靠 回頭來依靠馬祖 馬祖這個把歸抽籤的方法 他來指導我們的方法 歸於這個身的指導 老師的指導 要相信 你信了你才真的會看到 馬祖的智慧 馬祖的對你的疼愛 你才會更相信馬祖媽媽 更相信馬祖媽媽 是在附和你的 所以不可預測 你不要預測他 因為我們都是以自己的貪爭痴 執著 來跟馬祖溝通 你就溝通不了 你沒有辦法接受他的智慧 要無我放掉自己的執著 你才會自在 因為你才是空 才是無我 才會接受馬祖的智慧 所以你把歸抽籤 馬祖就不需要 談那個善意的謊言 直接教你話 直接切入 所以你的程度不一樣 馬祖度的方法不一樣 就像普門品一樣 觀音畫三三項 度所有的人 他看鬼要說鬼話 看人就欲人就說人話 看不同層次的人 就講不同層次的人的話 來度他 這是馬祖的大智慧 大神童 所以我們來歸依馬祖 信仰馬祖 一定要深信 馬祖把揹抽籤的一個結果 你才能真正得到馬祖的護佑 變化不可測 以上是顧問的回答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馬祖慈悲 謝謝大家 謝謝一下 謝謝大家